大家好 有话有说在家里的杜鹃花 不长牙不开花 是怎么营养的 又怎么让它快速的长花苞 开花多的呢 其实方法是比较简单的 因为6月份到7月份 就是它开花的委屈 这时候给杜鹃花施肥 是一种比较特别的重要的一件事 所以今天给大家讲的就是 最好补点这种负荷肥 就是素效负荷肥就可以了 就是要少量多施 如果是这种素效负荷肥的话 就是大概一个月给它用一次就可以了 不要给它放太多 像这一盘的话 就是大概10多粒就可以了 现在它就吸收养分之后 它还可以再开一波花的 同时给它配合一点花多多好好玩 是比较好的 用过的应该知道它是一种吹花的肥料 对这个吹花作用是比较大的 我这一盘我就是使用了 这个花多多好好给它吹的花 经过了10多天时间 这些花苞的这看下已经 打开成一点花朵了 所以花苞们想要养出一盘 开花比较多的杜甲花了 就是按照这种小方法去养护就可以了 反正我就是使用这种小方法去养护的 同时给它配合一点散色光是比较好的 不要给它降光暴晒 进入这个季夜份 大家也应该知道 这个光草是比较毒辣比较的强的 所以你一定要散色光就可以了 好了时间要先来这期节目 就简单的跟大家分享到这里了 好下期再见